每一次发完球了以后 当对手如果放了比较边线的球 或者是稍微过腰的球 基本上就接不了了 所以好多球会有什么情况 一发完了以后 当对手一放边线一点的 就会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一发了 挡一个边线的球 就会 看着球掉地了 或者是发了球 对手打一个腰的位置 就会 这个球就会过人 然后接不了 问题就出现在这一个步伐上 脚下的细节 打比方我在右半场区 我一发完了以后 我的这个左脚 要先跟上 让我形成一个左右站姿 准备往前两点 羽毛球双打 我们的移动 大多数 都是左右两边 横着 这样去移动 所以当你如果发完了之后 你的右脚还在前边的时候 如果你接这一边的球 很好接 但是你发完了 你右脚还在前边 对手打腰 你是没有办法再转身再去接的 或者是对手打一个比较边线一点的这两侧的球 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下在这了 对手一打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再转身再去接的 你再转身 这个球基本上会落地的 所以你发完了以后 我们的左脚要跟上 然后做一个左右站姿平行准备 然后再去往前 这四个点 然后变成你腰的位置也很容易打 一发完 我一这样 左脚迈出来 对手一打 我就 直接就拦着了 所以他快速一点的感觉就是 拦着 正手区域也一样 我一发完 左脚一出来 这个时候对手一打 那我就可以快速地拦着 那我先说 这一个左右两边 腰的位置 首先是这个反手区域 我们一发完了以后 然后我的左脚 一定要往前跟上 让我形成一个左右站姿 好 这个时候如果对手一打 这个反手 我会做一个启动步 我的启动就是一个 左右开合的启动 我一左右开合一启动 推动我的这个右脚 去我的这个左侧 因为我说过 启动步就是一个反方向的推动力 所以他快速一点 感觉就是我一发完 左脚一迈 对手一打这个位置 我就开合启动 然后这个时候我右脚一推 到我左腿 我直接转身 做弓箭步 直接就可以拦着 或者是去压 好 打完了以后 我会 这个左腿会往这里收一点点 收完了 我就要快速地 打完了你不能停留太久 我打完了 所以我要立马转身 回来准备封网 举拍 我一转身完以后 我还会做一个 并步回中 好 我这个并步的同时 基本上对手就要打了 所以我这个并步 也是我的启动步 同时的并步 回中 同时也是启动步 然后再去 这个方向 封网 所以我是横着跑 那这个右手的 这个位置 我们要怎么打呢 一样的道理 我一发完了以后 我的左脚肯定是会 跟上往前的 这个时候独手如果打这个位置 我会做开合启动 一样的啊 我们去左右两边 一定是开合启动了 一开合启动 这个时候 就是推动我的左脚 反方向的推动力 就要到这 推动左脚 好 正手 就有一点不一样的 我们会有一个并步 所以一推动完以后 我会 再打 快速一点的感觉就是 所以一启动 左脚一进 进到这 注意了啊 不要踢到这个右脚啊 一进到这 直接 做弓箭步 迈腿 然后 封往 好 这里注意了 这里有个小细节 如果 你的球 是比较边线的 我们的脚尖 是要往外的 如果这个球 没有这么边线 比较近身的 我们一起动完 我们可以 脚尖不需要往外 直接稍微 往前边这个角度 进行封往 我是比较近的话 我落地的时候 是用前脚掌 直接落地 而不是脚后跟啦 因为这个时候我要很快 我才可以 这样打完 赶紧回来 因为我一压你打双打的话 对手基本上打回来 球也很快 所以我要很快速了 可以准备封往 所以我会用前脚掌 如果你是用脚后跟 当你一这样还没有踩地啊 球就已经过你的人了 所以会很慢 这一点你们一定要注意的 很多细节了 好 这个时候我打完了以后 怎么样回中 一样的 我的右脚会发力 挪到左脚 做一个 并步 所以它快速一点的感觉 就是打完 我会 右脚先来 左脚再落地 好 这个时候对手基本就要打了 我会 踏 一并步 同时也是启动 踏 启动 踏 踏 推动左脚 看和启动 往这里一推 然后我就过到这 所以合起来的感觉就是 发完 左脚一上来 踏 启动 并步 并步 转身 并步 启动 启动 那这个往前 两个点 也一样的 我发完了 左脚跟上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 这个启动步 我们就要有一个